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香港開心圓龍嘉年華2023本地有機西瓜節開幕禮致此時表示 今年到現時為止 香港經濟主要是靠內部消費來支持 但外圍環境挑戰仍然很大 所以預料出口繼續下跌 又指香港政府將於下月16日派發第二期的消費券 呼籲市民支持本地商戶 加碼消費 帶動本地經濟 另外香港政府統計署公布了最新國際收支平衡及國際投資統計數字 本港第一季錄得36億港元國際收支盈餘 等同本港GDP的0.5% 而儲備資產相應地增加同等數額 上季錄得165億港元赤字 經常帳戶錄得413億港元的盈餘 等同GDP的5.8% 這樣反映了香港儲備多於投資 令累積對外金融資產在環球金融波動時提供緩衝 去年同季錄得863億港元盈餘 經常帳戶盈餘下降主要因貨物貿易由盈餘轉成赤字 和服務貿易盈餘收縮所致 貨品貿易由去年同期164億港元盈餘轉成赤字387億港元 服務貿易則由494億港元的盈餘收縮至442億港元 第一季初次收入的流入和流出分別為4341億港元 和3947億港元 從而產生394億港元的淨流入 金融帳戶方面第一季非儲備金融資產錄得46億港元的淨流入 等同GDP的0.6% 上季錄得495億港元淨流入 觀察當中的分類 直接投資部884億港元淨流入 證券投資錄得227億港元淨流出 金融衍生工具現金結算為88億港元淨流出 和其他投資部523億港元淨流出 那麼